高度仰赖人力的茶产业最近几年来 随着农业科技进步转盆半自动化 为了解决缺工农问题 花联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 透过农会和水保局 在五鹤茶区进行了 植保基田区的示范观摩会 借由科技农机具的运用辅佐 让农耕事半功倍 搭载20公升的水 植保基升空在茶园上空低飞进行洒水 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 现在植保基也广泛运用在 田间喷药施撒肥料上 但对多数以自然农法 甚至有机栽培管理的五鹤茶区茶园来说 植保基是否就使用不上 茶农对此表示 现今农耕严重缺工 正巧可以机器取代人力 我现在目前来讲的五公顷 你也如果说一般用人工放用的话 你也是差不多要10天的工人才有办法放完 如果用这台机器的话 当然会更快效率会更好 有时候你未必可以请得到工人 近几年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 茶产业从新植茶 采茶到制茶也转变为半自动化 但现在面临农耕人口高龄化 再加上农村人力严重短缺的冲击 现在包括茶产业等各农产业似乎也掀起了一股农业机器革命 现在的农业农工缺的很重 尤其在这个年轻一辈它就会不见 它在整体来讲 它就会应该讲起来工人的缺乏 我想这个东西不是在茶叶 我看其他农作物都应该都很好用 2018年成立 目前是花莲唯一一个已推广辅导农耕指宝机的花莲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 今天上午透过农会以及水宝局的协助 在五合茶区进行指宝机填区示范官模会 茶农区之若物到场官模吸收新知 由于这个瑞穗的这个地方通常都是茶农跟这个种柚子的柚农 那有外地的带喷叶者有来做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考取的这个证照的这个难度比较高 那我们就是本着如果有就是在地的农会 然后想要知道想要认识的话 我们也会去做这个法规的介绍 跟就是跟农会的农友来去做一个辅导 华联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目前有将近40多位的会员 而其中南区玉里镇水稻产业应用指宝机蓬勃发展 理事长黄也平进一步表示 协会除了是提供无人机应用相关辅导学习以及考照 也配合政府受理申办相关无人机农机具的补助 希望带领地方的农产业科技化来发展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